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鸡,今天我阅读的文章主题是跟能源变革有关的 那在德国,因为德国政府想要大力的推崇再生能源或者是清洁能源 所以呢,风能是他们现在的一个比较热点的话题 但是在德国农村呢,不是说想建一个风车发电机就这样子随便建的 每个州,它有每个州自己不同的规定 说哪个区域可以建,在什么密度的范围内可以建 建多少个,什么时候建完,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等等等等 这些每个州自己有自己的看法 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围绕北魏州NRV这个州 它废除了一个最低相间距离的这个法规 那具体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内容吧 那题目里面包含一个动词叫做abschaffen 它在加这种什么法律法规的时候呢,就表示废除的意思 它就取消了或者是废除了这种最低距离的标准 什么东西的最低距离呢,就是风车发电机的这种 1000米的距离,距离这种居住区 这个比较僵硬的或者是死板的规定呢 现在北魏州已经把它取消掉了 这个形容词它形容人的时候是表示僵硬的死板的,就固执的 那在这里它也可以用来形容这个法规 就表示说很僵硬的这个法律 那这个联邦州呢,它就希望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措施之下把修建风能的这个东西向前推 修建风能的这些事情向前推 就是向前推的意思 那这句话虽然有一小丢丢场 但是呢,我们找到它的核心结构就是谁 Delantac,决定,决定了什么东西 决定了这一个accusative 在这里,这个是它的accusative 就决定,嗯,后面全部都是在修饰这样的一个取消 取消什么东西呢 取消或者是废除这个居民居住区 1000米以内修建风能发电机的这一个规定 这个规定 是以绝大的绝大数同意的这个方式来决定的 ja, beschließen 这个,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动词 beschließen, genau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 Driven,什么东西可以被建造啊 也就是,这个风车发电机就可以被建造了 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在全德国联邦州人口密度最大的这一个联邦州 那,在什么样的规则下 以一种就是特定的前提要求下 可以密集的在居民区里面建造这个机器了 这个状态 48票 从170个里面有148个人说 ja,来决定了 那,这里有一个单词叫做 namendliche abstimmung 它在语境,特定的语境下面就表示 德国政党以一种非常公开的投票的方式 ja,这个就是namendliche abstimmung 的意思 那,这个动词叫做 anschließen 自己anschließen 它的动词就是 出stimmung 同意 那,谁同意 SBT作为最大的这个对立党 它也同意了这个法案的起草 这还是一个entwurf ja,pass off genau kritik haben dagegen von der FDP und AfD die auch gegen den Entwurf stimmten 那,作为FDP还有RFD这两个党呢 它就来反对 即便是这个草案 它要开始反对啊 这是他们的批评呢 是来自这两个党 呀,如果对德国这些党 还不是特别敢了解的 大家可以 事后自己去google一下这些党之间的这个利益代表到底有什么区别 anyway 呃,左右来分的话 CDU FDP 呃,然后这个叫做什么RFD 这个是特别靠右的 然后这边呢,就是Lincoln啊 Linx 还有就是Linx 还是Linx 我不记得了 还有就是FDP 然后Green 这边是比较左的 然后这边是比较右的 简单介绍一下 那在FDP里面作为这个能源政治,呃,或者是能源政策的发言人 他就说这个Blocker,他就说能源转型呢,之所以停滞不前或者是很难有所前进 并不在于呃,这个最低标准距离的这个法规 呃,这有个单词叫做Klemmen 他的近义词表着 Sich schwer bewegen 呃,就是很难停滞不前嘛 嗯, genau,他就说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他的观点下面这一段嘛,就马上就出来了 那很多的这个风车发电机啊 他已经以一个有效的保护距离被允许了 呀,所以的话就是说 呀,其实并不是这个距离在导致你不能建那么多发电机 这都已经被允许了嘛,你就建嘛 所以的话他的观点是说 所以的话能源转型之所以堵在这儿呢 是因为你有太多的这种官僚的管理了 以及太冗长的这种呀,行为方式了呀 他这个Langwirk,他表示一个耗时的冗长的 这个verfahren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有一种就是就是 呃,工程的项目方式的意思 然后这种就是行政的管理方式等等 OK,所以的话 他是觉得是你们工作 可能效率不是特别高呢 呀,这句话有点长 所以的话,北维州呢 根据国家这个联邦的这个风能管理协会啊 风能协会的一个概况来说呢 在将来呀 他应该是少数的几个联邦州呀 这个联邦州之一 这个一个经典的这种就是某某某之一 少数里面的之一 或者是三个之一,两个之一 这一个表达 什么样的联邦州啊 他这里用了一个定语程序啊 就是说没有一个一锤定音的这种 呀,距离标准对于建立风力发电装置的这种标准的联邦州 也就是说呢 北维州加上夏文提到的两个联邦州 他们已经没有这个最低标准了 但是在其他的联邦州 比如说在拜仁州啊, Baden-Württemberg 以及其他地方 他还保留了这个最最低标准距离啊 就说你要超过这个标准就不行了 那下一段我们看哪两个州 OK, nur dass Saarland und Sachsen-Anhalt haben keine festgeschrieben的 所以你看就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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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距离的规定或者是有一个推荐值 从几百米到一千米不等 那取消这些最短距离的规定应该能够促进风力发电的建造 或者是风力发电机这种建造 啊, Der Wegfahr der Tausend Meter Abstandsregel soll dem Ausbau der Windkraft in Nordrhein-Westfalen einen Schub geben 这个这个废除啊,这个abschaffung 它应该能够给一个动力啊 就是这个句话的核心 那中间的这个是一个第三个啦 是给谁嘛 就给这个建造这些风力的 在哪建造的这个一个推力 这个 Schub 它的同意词是这个 Kraft 啊,给一个推力 Bei der Erneuerung ältere Windanlagen Würde die Regebreiz zuvor gekippt 那这有个小有点小小口语化的单词叫做 Kippen 它的同意词叫 Entfernen 就是或者是 gecancelt 啊呀, kann man sagen 那在当时更新这些老的风力发电设备的时候呢 这个规则什么样规则啊 就是这个距离规则呀 就这个东西 就这个东西 就已经被 被 被除掉 移除掉 或者是取消掉了 而不是 其实也不是最近的事情啦 也就是说 当时在更新老的 风力设备 还没有建新的风力设备的时候 他们就想要去取消这种 呀 考虑到被除掉这个 距离了 Besondes in der CDU Hats es zu nicht bedenken gegen die Abschaffung des mindest Abstands gegeben 当时在 CDU这个政党里面呢 就首先有很多这种想法啊或者是担忧啊 什么样的想法和担忧呢 就是反对 取消这个最低距离的这种感觉和担忧 那如果要是说你都没有一个法国人 那我岂不是想建在哪就建在哪吗 不对啊 所以他就说那今后的这种风力发电的这种装置的建造呢 在NRV这个联邦中呢 应该通过当地的这种土地的法规来控制 也就是说还是需要一些东西来控制它的 但具体是什么呢 我们再看一下 OK最后一段话有一点点amazing 因为他整段话就是一句话 Oh my god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吧 wegen strengere Vorschriften etwa zum Lämmschutz werden Windanlagen nach Anschätzung des Landesverbandes erneuerbare Energien aber auch in Nordrhein-Westfalen künftig in der Regel mehrere hundert Meter von Wohnbebaukungen entfernt stehen OK那这句话呢我事后之前自己看了一下 首先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逻辑找它的动词先 也就是说要隔一定的距离才能把它放在那里 那什么东西要隔一定距离很明显 只有这个叫什么风电风力发电的这个装置 那基本上核心观点就出来了 这些风力装置呢必须要以一定的距离把它隔开起来 所以的话首先前面这一坨就是 因为严格的这种对于照生保护的这种法规呢 这些风力装置啊将会根据谁的谁的一个评估 这是一个根据谁的一个评估 这又是一个状语 状语看到 根据这个联邦州内这种可再生能源的协会的这种评估 将来呢也会以好几百米的形式在居住区里面被隔开 也就是说大家嘿你不用担心了 虽然我们把这个一千米的范围已经取消掉了 但是我们也不是盲目的说 哎你在哪建一个风能发电机都OK啊 我们还是有一群专业的人在后面把关 然后呢根据一定的标准说哎你不要发太大的噪音 哎你要考虑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 你也要更新一下这个风能设备的机器 以至于它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 然后也同时保证居民的利益也隔个几百米 然后我们再建一个风能发电机 这样子的话才是一个 Fernünftiger and Shidung Oda? OK咯 以上呢是今天这篇文章的一个分析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Servus Ciao 我是ateral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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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